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见以贤与国君 所以张文仲就像一个窃位之臣 张文仲是做大司寇的官 是鲁国鲁庄公 鲁敏公 鲁西公 鲁文公四朝元老 是孔子的前辈 成为大司寇 那他居赛这个赛地产大龟 当时周臣王赐给鲁国天子之龟 有六龟 代表东西南北上下 那这个六龟各有房间来供着 我们台湾南部有所谓的六龟 周里里面就有长六龟之官 可见台湾跟大陆以前就很有关系 在周朝那个时候就有关系 那这里面一般的解法就是 张文仲在蔡国建造豪宅 三节沼酌就是豪宅 内藏大龟 豪宅的柱头形状 斗弓像山高 梁柱画有水草的图案 像天子宗庙 不知他的居心何在 这网络版都是这样 其实这一章这样的解法大错 张文仲居菜就是指 张文仲居就是长的意思 菜就是长规 张文仲就是一个长规大夫 是鲁国首规大官兼执政者 官名是大师寇 三节沼酌是他长规的地方 他把它弄成 三节就是指斗公 这个节就是柱子上 承接两木的这个方木 斗拱 我们一般寺庙那个斗拱 沼酌的这个沼是水沼 酌就是大梁跟二梁 承接的那个木头 画有水沼的图形 那个是天子的宗庙才有这一种装饰 张文仲在长规的地方 三节沼酌就是有这个斗拱还有水沼的图形 那这个像天子宗庙般的豪华 张文仲对于这个常规 对于龟 有这样如此崇高的济世 那对于这个求神问补 他是众这个鬼神 而没有众人士 何如其治也是 像这样怎么算是有智慧的人 这一章里面孔子要我们 要众人士 不要惨媚鬼神 而不是张文仲在自己家庭里搞豪宅 如果是搞豪宅 应该是和剑阅 可是这一章是不治 不治就是说张文仲众鬼神 不众人士 像这样怎么是有智慧的执政大夫 如果把家里面弄得非常豪华 这不是不治 这是奢侈 这是僭阅 所以文要看懂他的意思 那这一章里面 张文仲除了把他常规的地方 弄得非常的豪华 张文仲本身是非常节俭 他的太太还支朴 支朴就是用蒲草做鞋子 像这样的家庭 怎么会奢侈呢 如果是把家里面弄得那么豪华 他的妻妻需要去支朴吗 妻妻支朴家庭一定不是那么豪华 这可见是张文仲把他常规的地方弄得如此奢华 惨媚鬼神 而不在人世上讲究 所以孔子说 何如其志也 张文仲在历史上 有他正面的评断 也有他负面的评断 就举出事情来 比如说他不仁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好好的用柳夏慧 来服国利民 或者是法律当中有些条文是禁止游荡的 可是张文仲把他废掉 这一点在国政上是不利老百姓的 老百姓应该要勤快的 废除了勤劳的法律 让老百姓可以玩乐放逸 这样是不仁的 再来太太去知朴 就是知朴草为席子为邪子 与民争利 孟宪子说大夫不与民争利 像这样是不仁的 没有在老百姓的 张文仲不治的地方 也有比如说三杰沼卓 常规的地方三杰沼卓 就是他不治的地方 还有鲁国的逆室 就是在宗庙祭祀当中 排位更换 鲁西宫的排位在鲁敏宫之上 这是错的 张文仲不知足止 这是不治 还有海边有大鸟叫做园居 老百姓误认为凤凰而去祭拜 张文仲也不知足止 这是不治的 所以以上可以从这些历史的记载当中 张文仲不仁不治 但是这里面也是属于责备贤者的部分 张文仲其实对鲁国 他是有贡献的 就是论事上 那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出 孔子要重的是人事 不要惨媚鬼神 果然众人事求鬼神加倍 必得鬼神厚厚的加倍 如果不去众人事 而只图惨媚鬼神 不但不得鬼神加倍 反而有灾难 也不能够得到迷信 反而更加使国家倒向败亡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